滿木窗魚全部都是釘釘滿的 所以給我不會這麼倒霉了 對到時候就變成這樣 建商有來維修 他開始打釘紫 灌那個紫水劑這樣 那你怎麼活啊 這真的是打針耶 全是打針的痕跡 正在打針這樣 那你要住嗎 你的沙發在怎麼弄呢 那房子意思是這樣啊 只要來個下雨 或是樓上住屋一開水 或是什麼樣的總之 你家就變成這樣 不想被當房市韭菜 也不想被話術欺騙嗎 我是陶笛 將在好房網和吳淡如 一起分享房市經驗 記得訂閱好房網 開啟小鈴鐺 我和淡如姐 要給你滿滿的 房市經驗大禮包哦 那一個下下雨啊 台南新竹的災情就開始 你看這個牆壁 這個是牆壁滲水 這個是它的地板 這是牆壁 然後漸漸滲出來 下個小雨哦 所以有時候不用下雨 樓上一住有沒有 那個水管一開 水一通開始漏水 所以最後你會得到這樣的房子 滿木窗魚全部都是釘釘滿的 所以給我不會這麼倒霉了 對到時候就變成這樣 建商有來維修 他開始打釘紫 灌那個紫水劑這樣 那你怎麼哭啊 這真的是打針耶 覺得是打針的痕跡 正在打針這樣 那你要住嗎 你的沙發在怎麼弄呢 那房子一直這樣啊 只要來個下雨 或是樓上租屋一開水 或是什麼樣的 總之你家就變這樣 要買嗎 那當然最近流行三道猴子 很多人住在這樣的房子 這房子你看到什麼 不是他光頭 而是避癌 我覺得這個作者畫得非常用心 這個房子就是避癌屋 住到避癌屋後來這個人 當然是就有點扭曲了 因為他會為了馬子 然後散金交賽者為了要搏馬子 一笑 那你住在這種避癌屋 所以很多公寓都有避癌 我們家以前的公寓也是有避癌的 整天避癌 每年都要除避癌 弄得很麻煩 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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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尻完之後再上什麼防水器 然後再上油漆 然後過兩年 他又避癌了 因為那個地方是漏水漏不停的地方 可是很多人就是忍耐一下 然後就開始全身一癢 然後最後連大腦都扭曲了 這個房子就不應該住 因為住在這種地方 小孩子也會生病 過敏 氣喘 然後什麼皮膚病 什麼事大腦都會有問題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